我... 我不能 我...我...我真的不能 這部分算是比較複雜 因為這一段日子 我也在用一些去年 還沒有用完的東西 所以今年的音樂呢 應該會有兩支影片喔 分成上集跟下集 再探討一些全新的音樂 Yeah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進入今天的節目 首先呢我們要先來討論一下 Future的新專輯 Future Hendrik Presents The Wizard Future其實算是 已經很久沒有推出全新的專輯 所以這張可以算是 備受粉絲的期待 在The Wizard裡面呢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 他並沒有這些特別花俏 或者是很絢爛的東西 非常典型的Future的調調 其實整體上來說 又會讓人覺得一致性有點太高 說老實話我還是不太喜歡 他在Auto-Tune部分的運用 雖然說他應該算是 唯一一個會這樣使用的人 確實具有開創性 但隨著他越用 就感覺越沒有這種新的花樣 這張專輯在製作的部分呢 是中規中矩 在Beat跟Vocal的呈現方式 也並沒有太大的新意 在歌詞跟內容部分呢 其實我本來就沒有抱著太大的希望 而確實也不有趣 不過這張專輯有一些這種偏向很甜 然後很catchy的歌曲 像是Never Stop, Temptation, Tricks On Me, Promise You That 這些歌對於不管是不是Future的粉絲來說 都算是相對比較親切 Servant Killer Kim在Beat還有Flow的部分 算是創造出了Future在這張專輯中 少數的這種多樣性 Vocal的呈現也更加的激進 也算是少數我能夠感覺到Future有放感情在唱的一首歌 而這首歌也表現出了我想要在Future身上聽到的 也就是他的那種企圖心 Going Dummy也算是一首蠻有趣的歌 儘管只是加了一個很簡單的這種 電子合成的鍵盤旋律 但是卻大大增加了這首歌跟其他歌的這種區別性 至於在First Off這首歌 其實我覺得是喜悠參半 喜的部分呢是我覺得在這首歌裡面 Future並沒有被Travis Scott的Feature所牽著鼻子走 因為這其實是很多歌手在跟Travis Scott合作的時候會遇到的共同問題 在優的部分呢則是雖然Future在這首歌裡面沒有失去他的那種態度 但是我還是覺得Travis Scott在這首歌出現的部分太多了 而且你也無法在當中找到這種熱情或者是說這種興奮感 兩個人也並沒有產生這種化學效應 所以總結這張專輯其實我覺得Future需要去捨棄一些 他以前舊有的歌路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雖然以前這些東西就是捧紅他的工具 但是你試想當人們聽膩了之後Future的生涯還可以再走幾年 所以我覺得The Wizard算是一個比較無聊的Trap專輯 那麼我給他的是5.5分 Tory Moy Outer Piece 再來我們要來討論的是Tory Moy的Outer Piece Tory Moy是來自美國的創作型歌手 他也是Chill Wave這個音樂類型一個非常重要的藝人 這張專輯具有很未來感的氣氛 這個project比較偏向Chill的感覺的詮釋 也找到一些非常合適、稱職的人生來做合作 像是Miss Me裡面Feature的Abra Monte Carro裡面有Wet Fifty Fifty裡面則有Instupendo 其實我很喜歡他一些很有Death Punk味道的調調 像是Freelance這首歌 而他其中的Vocal呈現也是非常的有趣 還有Beat的穿梭感跟Disco的Beat 非常的具有彈性 鍵盤的重複段也是非常的Catchy 整張專輯其實分為幾種很明顯不同的調調 首先是這種很快樂很歡愉的R&B舞曲 再來是很帶感情的這種慢歌 配合他自己或者是Feature裡面有這種很空靈的嗓音 另外還有非常Funky很重的迪斯可曲 三種都極具特色 而且融合成為一張非常具有色彩很完整的專輯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是這種流行電音曲風 或者是你就喜歡Chill Vibe的話 這張專輯推薦給你 那麼我給大家的是7.7分 7.7分 Molly Book Can Molly Book Can 是Azab Rock跟Tabaco 所組成的一個新的雙人團體 他們的全新同名專輯喔 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裡面充足的呈現出了Azab Rock 這種非常詭異的人生的表現 如果說饒舌有奇險派的話 那麼Azab Rock 一定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他會用這些非常多奇特的詞彙 但是他不假修飾的Flow 卻會讓人覺得他不是非常的刻意 曲風非常有那種卡通的影響 這種非常奇特的吊吊 也讓他擁有非常大的這種重播價值 整張專輯又很dancy 被電子樂影響非常深 又很東方的感覺 這也都算是Tabaco的傑作 這個project的歌詞 或者是在他的比喻的部分 也真的都是極為有趣 特別喜歡Dog Ears在樂器部分的表現 還有他整個在節奏上面的控制 1加1等於13這種 Moodie的鍵盤也是一大亮點 Azab跟Tabaco在風格上面的配合 我只能說非常的合適 這是一張非常有趣的專輯 我已經播了不知道幾遍了 那麼我給大家的是8.4分 8.4分 又是一位來自康普頓的超級星星 一直在M&M的旗下 Shadest Record發行歌曲 終於迎來了他第一張的錄音室專輯 Everything's for sale 有非常chill的R&B混搭嘻哈的曲風 那我聯想到的是去年我也算是蠻喜歡的 Blood Orange的Negro Swamp這張專輯 從第一首歌我就深深的被吸引住 引人深思的歌詞 還有他投入感情的這種饒舌 除此之外這張專輯最精彩的地方 大概就是他有這種很catchy 然後讓人很快就能夠投入的歌曲 像是Slide Ride Sky Dive No Warning 而SOHO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硬派 GEN的合作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Live 95有這種很復古的西暗曲風 非常catchy的旋律 Rainy Days呢則是有他的老版M&M的Feature M&M的Flow 我只能說我現在已經釋懷了 現在M&M的用處其實就只是提攜後勁 為他們來增加一些點閱 而他在這首歌裡面的表現也算是 為Boogie增加了一點 Swag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Yeah why not? 這張專輯在Feature的部分 都可以展現出他們個別的這種個人特色 至於在Boogie的唱腔部分 其實我並不會不喜歡 雖然說他要慵懶不夠慵懶 然後要有靈魂他不夠靈魂 但是這種借在中間的感覺 非常的不假修飾 又有投入感情去饒舌 這個感覺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歡 樂器的運用也非常精彩 尤其是在Who's Fall這首歌裡面的鋼琴 還有Socks Fall Everything's for Sale 你整個聽完會覺得非常舒服 心靈得到昇華 這我真的不誇張 卻又因為歌詞還有內容的部分 讓人有一些沉重 這也是我覺得這個project很吸引人的地方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張專輯喔 我真的也是不知道聽了多少次 那麼Everything's for Sale 我給他的是8.6分 8.6分 Dear Hunter! Why hasn't everything already disappointed? 來自美國的印地搖滾 迷幻搖滾樂團 Dear Hunter 這張全新的 Why hasn't everything already disappointed? 你可以聽到有非常明顯的這種 The Doors的迷幻搖滾的影響 樂器表現跟現實的時空是格格不入的 算是可以帶聽者進入一個很奇幻的世界 對Dear Hunter來說 樂器確實是他們一個很重要的呈現音樂的一環 而他們在這個部分的多元性也是做得非常出色 這張專輯時不時會出現以樂器為主的演奏曲 像是Green Point Gothic、The Tournament還有Tornum 在氣氛的部分其實他摻雜了些許的復古元素 讓人聯想到的是去年的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Queen 這張Maryland的專輯 歌詞部分則是非常的脫離常軌 有時候會有這種不斷重複的段子 有時候則是有這些毫無關聯的字句 把聽者從現實中帶離走向很抽象變化多段的情境 在製作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傑出 而這也是一張迷幻搖滾專輯要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Futurism有一個非常歡愉的調調 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不管是在bass還是在鍵盤的riff 人生的呈現甚至是沙沙的表現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精彩 其實很有趣的歌 這張專輯對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算是我以後會花時間再重新回來聽的一個project Dear Hunter Why hasn't everything already disappointed? 我給他的是8.1分 8.1分 James Blake Assume Form Yes James Blake Everyone James Blake 終於在1月發行他的新專輯 Assume Form 這邊我要先講我非常喜歡他用的這個reverb的效果 這種空間感的營造 為這張專輯增加了一種抽象的厚度 在前面我有提到Future的專輯裡面這首First Off 他並沒有被Travis Scott牽著鼻子走的琴下 相對來說James Blake新專輯的這首Mile High就沒有這麼的幸運了 他完全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標籤 這就是Travis Scott的歌 This is a Travis Scott song 不過我算是蠻喜歡這張專輯裡面有Metro Booming參與的這兩首歌 增加Trap曲風的歌跟原本James Blake的風格來做融合 創造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迷幻又Psychedelic的感覺 在Barefoot in the Park裡面 Rosalia的合作為這首歌帶來非常濃厚的異國風情 或者是準確一點來說是拉丁風情 跟James Blake的Vocal也算是非常的合拍 這張專輯James Blake的人生表現是你沒有辦法忽略的 非常英倫式的優雅有那種Sam Smith的感覺 那在編曲上面又讓他比Sam Smith更獨特更技高一籌 在整體聽覺體驗部分我覺得這張專輯算是比較平淡一些 沒有特別的高潮疊起 不過在空間感的建構上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高躁 製作的部分也實在是不簡單 這可以在最後一首歌Lullaby for my and Sonia裡面聽到 尤其是這種很精巧的合聲 非常精彩的環繞效果 但是對我來說這個project缺少我所想要聽到的那種熱情 不要誤會喔甚至覺得這張專輯可能是James Blake的高峰 我所覺得的只是Assume Form缺少一個堅挺的支架去吸引人的聆聽 不過他確實是一個還蠻有趣的流行迷幻專輯 James Blake的Assume Form我給他的是7.5分 Marcus Hill Modern Flow Vol.2 最後我們來到了Marcus Hill Modern Flow Vol.2 爵士融合饒蛇一直是非常多人想要去挑戰的一個領域 但這並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 要找到一個有爵士底子的人來做饒蛇這一塊 近年來真的也是屈指科數 Marcus Hill呢是吹小號出道的 在技巧上他本身就是一流然後也得了很多獎 在編曲上面他也算是極具權威 在這張Modern Flows Vol.2 你完全可以感覺到Marcus他的能量 Percussion的部分他混合了這種非洲打擊樂的元素 他的嚴謹也讓墊在饒蛇下面的beat變得非常有扎實感 跟一般的爵士饒蛇的beat也感覺很不一樣 Bass的部分非常具有穿透力 而且你可以在很多歌裡面聽到非常精彩的bass的solo 極具厚度的製作也讓整體的聲音那種飽和度鮮艷度 都是發揮的淋漓盡致 這種Gospel的和聲小號跟薩克風的表現 真的都是讓人覺得很有靈魂 而時不時加入的這些饒蛇也都是極為精彩 這個專輯還有一個非常值得令人注意的一個小地方 那就是隨時都會出現 木琴的表現增加一點靈氣俏皮的感覺 是一個非常具有新鮮感的存在 有時候他會敲音階有時候他會敲和弦 真的會讓人覺得 哇這個想法非常的具有創造力 也算是Marquis他自己獨特調調的一個展現 很多在後面的歌也引用了前面的歌的旋律 讓整體的聽感比較有這種延伸性 Kiss and Tell這首歌 Marquis挑戰了他在這張專輯裡面 比較少嘗試的曲風 比較慢比較chill的曲調 配合上Rachel Robinson這種很輕盈的唱腔 Braxton Cook近乎低難的那種人聲呈現 真的讓聽者有那種耳朵銀亮的感覺 As I am在炫技、實驗還有編曲之間尋找平衡 在吹奏的技巧那種強弱的拿捏 重複段的安排跟兩支樂器的合唱 整個是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驚艷 Herstory在節奏部分又做了一次的轉換 有Maraud Green非常堅定的饒舌 結合整首歌的flow真的是 總體而言這張專輯是非常具有史詩性的 但是它也靠著適時插入的人聲表現 讓音樂不會太過遠離聽眾 最基本的親切感還有跟聽者之間的連結是有的 整個樂團的表現我真的只能說太出色了 每個樂器都各司其職 而且都是放開來做表現的 完全沒有誰被誰牽制的一個問題 是一個非常非常完整的爵士project 我也非常幸運在年初就可以聽到一個這麼棒的專輯 所以Modern Flows Vol.2我給它的是8.9分 8.9分 對 那麼以上就是1...2...3...4... 我們1月目前整理出來的7張專輯 接下來還會有下集 那麼大家就敬請期待 有什麼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 想要review什麼也可以跟我說 那麼我們就按讚訂閱也不要忘了 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andares 我們應該會有很多個 來到段落 但是我們應該會關到需要創就是